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家里三代单传 可惜一直到死也没能看到孙子 作为大孝子的沈黛双非常遗憾 妻子王氏只生了一个女儿 名叫芳儿 三年后王氏因病死了 留下沈黛双和女儿两个人 沈黛双常常想着再娶一个 争取生一个儿子 也不至于到自己这一代绝了后 但是转念一想 又担心新娶的妻子会欺负女儿 女儿也是自己的心头肉 总不能因为要儿子就苦了女儿 经过反复思量 最后决定那一个小妾 小妾胆子再大也不敢虐待女儿 找了许多媒人 看了许多姑娘 贤惠得太丑 漂亮得不贤惠 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满意的 有一天 沈黛双回家的时候遇到了表哥王友才 王友才看到他很开心 强拉他去酒楼喝酒 一直喝到天黑才分开 分开之后 沈黛双晃晃悠悠地走在路上 意外遇到了死去多年的好友杨文武 杨文武看到他也很激动 非要拉着他到家中坐一坐 当时沈黛双迷迷糊糊 就忘了杨文武已经死了的事情 跟着他上路了 不知走了多久 来到一处豪华的住宅 沈黛双隐约记得杨文武的家比较破旧 根本不是这样豪华 心中十分疑惑 杨文武笑着说 你是不是奇怪 其实我也是刚刚才搬到这里的 就是看着挺豪华的就租下了 比以前的房子好太多了 说着就要去拿酒 却发现家里的酒坛子已经空了 就说 沈兄 你稍微坐一下 我去去就来 说完就提着酒坛子出去了 此时的沈黛双略微清醒了一些 来到门口透气 一会儿有一个年轻女子骑着小毛驴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 大约五六岁的样子 沈黛双定睛一看 发现小男孩长得很像一个人 就是想不起来像谁了 于是追了上去 问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家的孩子 小男孩 我叫沈喜儿 沈黛双心中一惊 又问 你爹叫什么 小男孩摇摇头 说 不知道 沈黛双跟着来到小男孩的家 年轻女子从毛驴跳了下来 进了院子 沈黛双跟着也进了院子 忽然看到一个妇人 竟然是自己已经过去多年的母亲张氏 张氏也看到了沈黛双 惊讶地问 双二 你怎么来了 沈黛双流泪满面 跪在母亲面前 张氏将她扶起 拉进了里院 只见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别有一番趣味 好像世外桃源一样 沈黛双擦了眼泪 问 父亲在哪里 张氏 出去访友了 沈黛双点点头 问 刚才的小男孩是什么人 张氏 她呀 是你父亲小妾生的孩子 她叫小兰 给你父亲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乐 一个叫喜儿 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个 沈黛双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里的亲人好像都是鬼 不过都是自己最亲的亲人 她一点也不害怕 等了一会儿 还不见父亲回来 沈黛双就让喜儿出去看看 又过了一会儿 喜儿急匆匆跑了回来 哭着说 周大头和爹爹打架呢 沈黛双让喜儿带路 走了没多远 只见两个人把父亲按到地上 拳打脚踢 沈黛双怒不可遏 冲了过去 把两个人一脚一个踢开 一顿乱揍 将二人打倒在地 成功救出父亲 周大头和周二头起身逃跑 沈黛双急忙追上去 抓了一个暴揍 打了半天才解气 沈黛双父子俩团聚 又是大哭一场 回到家的时候 张氏已经做好一桌子美食 父子俩举杯畅饮 父亲又叫来喜儿乐 赶快拜见大哥沈黛双 沈黛双 沈黛双把两个小弟弟扶了起来 忍不住感叹道 想不到父亲又有了两个儿子 以后一定会有孙子的 可惜我还没有生一个儿子 恐怕到我这一代要绝后了 以后就没有人给您上坟烧纸了 现在我又死了妻子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家人伤心的时候 这时有一个少女悄悄躲在门后 张氏喊她进屋 沈黛双看这个少女十五六岁 美貌如花 以为是父亲在这里的女儿 沈善却说 她是小兰的妹妹 小青 父母早早投胎去了 无依无靠 就暂时住在这里了 差不多也有五六年了 沈黛双想了想 试探地问 她有婆家了吗 还没有 不过最近有提亲的 小青小声说 那些都不好 沈黛双越看越喜欢 如果娶了小青倒也不错 张氏笑着说 不如你把小青带回去 反正都是一家人 沈黛双说 父亲 现在家里就我和你孙女两个人 连一个女人也没有 往后的日子还长呀 沈善 咱们家也不穷 给你找个媳妇也不是什么男士 而且阴间也有许多好看的姑娘 但你还是活人 找一个阴间的姑娘 终归对身体不好 沈黛双马上反驳道 别说娶鬼妻 就算是胡承黎成京都有人娶 也不稀奇 沈善看儿子一意孤行 就说 小青是个不错的姑娘 但这件事还要和小兰商量一下 小兰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说 小星好提心好子 才多大年纪就想着嫁人 你也不害臊 我绝不让你嫁过去 小蜻蜓姐姐如此羞辱自己 羞愧得无地自容 捂着脸哭泣 张氏偏心儿子 认为小青嫁给儿子再合适不过 一家人乱成一团 吵翻了天 沈黛双过意不去 就辞别父母离开了 出去的时候又遇到了杨文武 把他送回到阳间 回家之后 有媒人又介绍了几个姑娘 但沈黛双还是忘不了小青 白天想着小青 晚上梦着小青 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当初怎么就没有坚持一下 说不定现在就娶了小青 也不至于现在还是一个人 有一天 外面忽然来了一个人 正是父亲在阴间的小妾小兰 小兰拉着小青走进屋 说公子 我把妹妹给你送来了 上次我没有同意 其实是想试探一下她的决心 公子如此优秀 小青能嫁给公子是她的福分 沈黛双看到小青 心中大喜 让二人先坐一坐 自己出去买一些韭菜 马上回来 不多时 沈黛双带着韭菜从外面回来 发现小兰已经走了 家里只剩下小青 小青接过韭菜 马上把桌子摆好 又把沈黛双的女儿芳儿叫过来 三个人一起吃饭 饭后 在芳儿的见证下 沈黛双和小青拜了天地 晚上 小青和芳儿睡在一间屋子 沈黛双 小青 今天是我们新婚大喜 难道也要分房而睡 小青笑了一下 说 我刚来养间 身上的阴气太重 还不能和你同房 否则就会损害你的身体 再等几日就好 沈黛双无奈地点点头 从此每隔三五天 小青才和她同一次访 其余时间都在照顾芳儿 每天都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 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 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看到小青忙碌的背影 沈黛双十分欣慰 感觉她是世界上最贤惠的妻子 有一晚 沈黛双和小青躺在床上 沈黛双问 阴间还有和你一样美貌的女子吗 小青 我又不是美女 阴间还有许多好看的姑娘 我就认识一个 她叫碧莲 住在我家隔壁 其实她长得也一般 只不过很会穿衣打扮 有很多爱慕者 沈黛双马上来了兴趣 说能叫她过来坐坐一坐吗 小青刚要拿起笔写字 又放了下来 说还是算了 她可不是好招惹的女人 沈黛双一再坚持 表示只是看一看 小青那你千万小心 不要被她迷惑了 沈黛双点点头 一定不会的 你放心 小青在纸上 写了一些奇怪的文字 好像是到家的符咒 写好之后 就拿到院子里烧了 一会儿 外面传来清脆的笑声 只见一个美人 从外面走来 小青马上迎了上去 说这就是碧莲 沈黛双起身坐一 抬眼仔细端详 发现碧莲皮肤白皙 柳叶完美 樱桃小嘴 简直就是画中的仙子 小青拉着碧莲坐下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碧莲一直低头捂着脸 说一些阴间的趣闻 酒过三巡 沈黛双就悄悄去摸碧莲的手 碧莲也没有拒绝 只是看看小青 然后对着她笑眯眯 沈黛双大喜 也不管小青生气不生气 和碧莲有说有笑 碧莲把腿放在沈黛双的腿上 得意地看着小青 小青瞪了她一眼 掐了一下沈黛双 两个人才稍稍收敛了一下 又喝了一会儿 碧莲在沈黛双的耳边小声说道 你个坏人 我等你很久了 说完起身出去 小青不放心就跟在后面 沈黛双也跟了出去 碧莲推开小青 拉着沈黛双跑进一间屋子 反手就上了锁 小青很生气 门又推不开 听到里面传出欢笑声 小青又气又恼火 只好回自己屋子 过了一会儿 沈黛双大摇大摆地走进屋 脸上还挂着一丝丝笑容 小青 你还知道回来 沈黛双 我为什么不回来 再说碧莲是你朋友 你还吃醋 小青 我吃醋 你说你们都做了什么好事 沈黛双摆摆手 说 你就是妒忌人家比你漂亮 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说完就出去了 从此 每天晚上碧莲准时出现 也不理会小青 拉着沈黛双就进了礼物欢愉 小青以为沈黛双会回心转意 却不想半个月过去了 碧莲变本加厉 竟然当着她的面 就和沈黛双轻轻握握 小青忍无可忍 拿起扫把就扔了过去 碧莲也并不示弱 拔下自己的发簪就要扎小青 二人一边打一边骂 乱成一团 天快亮的时候 碧莲才离去 这时 沈黛双明显感觉到身体虚弱了很多 躺在床上就没有起来 这时才想到小青的话 碧莲是一个不能靠近的女人 小青寸步不离 守护在她的身边 但碧莲还是把不肯罢休 趁小青出去熬药的时候 悄悄潜入房内 躺在沈黛双的床上 又是一番缠绵 当小青回来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让她怒火中烧 从外面取来木棍 抬手就打 但碧莲身材高大 小青根本打不过她 反倒是被她打得节节败退 浑身是伤 沈黛双躺在床上 想下去帮忙 却也是有心无力 小青哭着说 造孽呀 怎么就认识你这个朋友了 碧莲 我怎么了 你的丈夫又不是宝贝 我还不能碰了 碧莲离去后不到三天 沈黛双就一命呜呼了 当时就来了两个轻衣人 把沈黛双从床上拉起来 给她看了看收魂文书 沈黛双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就说 我想去看看我父亲 轻衣人点点头 调转方向来到沈善的家 沈善看到儿子来了 身后还跟着两个轻衣鬼差 大惊失色 问 双尔 你最近干什么了 沈黛双 没什么 只是被女鬼缠身 然后就说了碧莲的事情 沈善说 这就不会错了 说完就取出一千两银子 送给两个轻衣鬼差 说 这是一点心意 二位官差就收下 我儿子只是被女色迷惑 伤害了身体才死的 你们就放她回去吧 鬼差笑着点点头 收下银子就离开了 沈善让乐叫来碧莲和她母亲 抓住碧莲的头发就是一顿打 骂道 浪提字 生前就放荡不羁 此后还是本性不该 竟然害到我儿子头上 碧莲被打得花容失色 劈头散发 她母亲在一旁苦苦哀求 沈善才放开她 与此同时 沈黛双的魂魄回到家 在小青的细心照料下 很快恢复了健康 后来 小青生了一个儿子 娶名沈承林 后来沈承林娶妻生子 一共有二男二女 在沈黛双老的时候 有一天 小青说 我先回阴间了 把我们住的地方打扫一下 过了三天 沈黛双就死了 魂魄飘到阴间 找到了小青 继续生活在一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 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 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 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